是什么让宝哥惊慌失措滋挖乱脚 这要是丢了铁饭碗不就没了 这天谢宝王举办的三倍价谢宝买一送一活动刚刚结束 整个餐厅被造的一片狼藉 就连章鱼哥脑袋上都是游了八级 随后老些要求员工把餐厅打扫干净 宝哥一听 那可打工人的心在也按耐不住 拿起吸尘器就开始打扫 就连顾客身上的皮都扒了下来 随后又利用身体优势来了个全方位无死角冲刷 没过一会整个餐厅都焕然一息 随后俩人一瞅 谢宝监台被谁偷了 宝哥告诉他莫慌 只是自己搬出去风干了 结果一打开门让谢老板看了个寂寞 只剩一道拖拽的痕迹 这可把孩子吓得 吓得跑遍整个笔七宝脚落 等到冷静下来智商也恢复 趴在地上啃了一口泥 顺着拖痕一路用眼球前行 最后在一处船雾前停了下来 俩人偷摸来到窗户前 往里面一瞅 几个熊孩子不知道在那倒不啥呢 随后竟然在宝哥命根子上涂鸦钉钉钉子 这比杀了他都难受 老谢让他淡定 这一帮小屁孩自己进去指定能把尿下出来 进去之后冲的小孩就是一顿训斥 随后还拿出票据证明 谁知小屁孩根本不管这些 柔成只团一口吐到老谢脸上 眼见智取步行准备明抢 熊孩子也不惯着他 发动机关直接给他加成品 脑瓜子差点爆僵 宝哥一看 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凤的小屁孩就是一顿激将的 嘲讽他们的车比村头老大爷的三轮都慢 这招果然管用 随后他们跟宝哥约定第二天秋名山剑 输的人要把车子送给对方 次日清晨 双方秋名山车神针夺战一触即发 就连匹老板也要插一杠地 兴许能从尖台上面搞点谢宝渣渣回去研究 结果还没开始就被老谢一脑瓜崩弹飞 剩下两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 谁知熊孩子们不讲武德 又是撒糖果干扰 又是猛掐老谢眼珠子 把整个笔七宝搞得乌烟瘴气 更狠的还在后面 熊孩子直接把前轮给解断 谢老板也是老江湖 仗着自己高超的平衡力控制着赛车 看着前面的发电站 老谢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冲进发电站里薅出一根电线 命令宝哥给尖台插上 烧红的尖台就是烫屁股 没过一会小屁还被烧得上窜下跳飞了出去 此时老匹竟然快到终点线了 下一秒就被老谢压成肉饼 最终俩人赢得比赛的胜利 就是这代价有点大 好玄没把俩人送去见佛祖 回到谢宝王后 老谢跟众人吹嘘着自己的光荣战绩 突然整个餐厅一阵晃动 没成想这些小屁孩还挺记仇 竟然把谢宝王改装成了赛车 又要赛车车咯 别贼小的 哦谢了谢老板 不是每个朋友都愿意